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五因为嫉妒 那你看到这张照片 你可能会 里面我认得一个人 也就是这个足球金童贝克汉 我相信我们台湾同胞 他的辨识度最高的就是 就是个人这样子 可是你要知道 在这四个人里面 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 贝克汉是最小咖的 OK 这四个人里面最小咖的是贝克汉 其他三个 他的来头都 这成就都远高于贝克汉 因为他们都被称为 他们各自领域里的 GOT G-O-A-T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个词 可是你如果不是在 我们的体育的同温层里面 你可能就真的比较不晓得 所以我这边影片的题目叫做 为什么照片里有三只山羊 你知道GOT就山羊的意思 但是它的意思 就把它拆开写的话叫做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也就是史上最强 你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一个领域里 称为史上最强 那真的是一个 很沉重的一个头衔 可是另外这三个人 至少我知道后面的 Michael Jordan 他是背得起来的 而这个人叫做Tom Brady 他是美国的那个 American Football 就是美国的美式足球 那他们多半 很多人认为他是这个 最强的四分位 当然也很多人不认为是啦 因为像Michael Jordan他就认为他不是 他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人 不过另外一个人已经脱离我的时代 我也不太认识他 而最后这个年轻的家伙是谁 说真的 在四个里面 我不认识的是他 另外三个我都认得出来 这个人好像叫做Louis Hamilton 那他好像是七届的这一个 就足球 不是足球 七届的这一个 赛车冠军的样子 好 所以 我们先看一下 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个 其中一个人 把这张照片推了一下 推这个照片的人叫做Piers Morgan 他是一个美国的 算是记者吗 算吧 也算主播吗 反正他就是新闻界 媒体界的一个家伙 他长这个样子 Piers Morgan 然后 他推一张照片 他上面 他的图说就写了 Three Goals 三个 三样 三个这个史上最强的各自的 以及 David Beckham 所以 所以 他这个图说 你就可以了解到 他在说的就是 David Beckham 不是 Gold的其中一个 否则他就说四只Gold 那就好了 对不对 四个史上最强 可是他不是 所以三个史上最强 以及 贝克汉先生 他是唯一一个不是的 不过还是觉得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真的 我们也喜欢足球 可是 喜欢篮球的人 说明都没有喜欢足球的多 因为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大家都在看 而篮球却不见得是一个 大家都在看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他的辨识度 可能还真的是最高的 好 我突然看到一个地方 这个人的照片在后面 所以他真的应该就是 这个赛车手里面很强的 因为他们是在 哪里拍的这张照片呢 他们是在这个F1赛车 的那个 是不是F1 应该是 F1 Race 那在Miami的 然后这个 有一个词 就是这个 Miami的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F1赛车 会有 常常都有一个 他的那个赛名 那他的发音叫做 Ground Pre Ground Pre 那Pre X不发音 所以你就念Pre就可以了 Ground Pre OK 那有时候就里面 就会被说成GP 像我骑的摩托车 叫GP125 就是Ground Pre125 但跟F1赛车 P关系都没有 Anyway 我们来读一下里面的这个内容吧 所以Formula 1 也就是F1 And sports fans alike Lost their minds At the sight of several sporting goats Mingling at the Miami Grand Prix On Monday 好 所以第一句就学到了 很多英文可以学 所以这个Formula 1的粉丝 以及就是一般的粉丝 Alike 这个Alike呢 反正就是 就类似这样子的粉丝们 就同样的粉丝们 这个Alike 就是像的概念 简单的说 我们稍微先说一下这里这个词 就Alike 我们要说的是 跟其他几个形容词 一起做介绍 就Awake Asleep Alive Afloat Alone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这只抓几个而已 那他们的共通点就是 都用A开头 你应该可以很轻易的看得出来 而另外一个共通点 也就是文法上的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只能够放在 名词的后面 他们都只能做后卫修饰 例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在那里睡觉 所以 This man 所以这个男人 This man is asleep 这样子就可以 OK Asleep 你把它放在这个man的后面 你如果今天换成是 This is an asleep man 这句话对不起 就是错误的英文 你看Microsoft 马上给我画绿线了 有没有 所以这些词 全部都只能放在 名词的后面 而不可能放名词的前面 所以假设我今天说 我跟我的一个同学 长得蛮像的 So we are much alike Alike放在后面 那没问题 In terms of appearance 那我相像或许你可以说 成绩 We are much alike in grades In terms of grades 反正alike就是相像的概念 那awake更不用说了 醒着的 然后alive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活着 alive 例如说今天有只鸟 我发现 怎么好像死死的 然后翻了一下 在动 这正常是活着的 So this bird is alive OK 所以但你就不能说 There is an alive bird on the ground 地上躺着一只鸟活着 An alive bird 对不起 这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的alive走在bird的前面 那就不行了 好 这样应该就懂了 这就是他们的文法共通点 都只能放在他的后面 Alone也是一样 Right 像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去shopping I like to shop alone 好 放在甚至你看动词的后面 好 所以这里OK 然后呢 再来就看到了 Lose their minds 就大家都疯了 所以就是我们中文常讲 什么全网都疯了 有时候看新闻 会有这种爽动的标题 所以粉丝们 Lost their minds 因为总共有三个goats在这里 多屌啊 OK So it was the first ever F1 race in Miami and a who's who of A-list celebrities turn up in force to enjoy the over the top spectacle of an F1 race on American soil 所以这是第一次 在Miami的这个 F1赛事的比赛 以及这就是一个 who's who of A-list celebrities 所以A-list celebrities 就是A咖啦 所以A咖 而且谁是谁 的这个A咖的一个大聚会 哦那是谁 哦那是谁 So who's who这样子 那他们就turn up in force 这里的in force概念就是大量 所以这些A咖的这个 明星们大量出现 OK 大量出现 那这个over the top spectacle 就是这里over the top 我这边 我都有先稍微做一下功课 所以就是很浮夸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浮夸的 一个这个 大家很喜欢看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精彩的赛事 所以spectacle就是精彩的表演 精彩的什么这样子 那over the top 还有一个意思其实 over the top可以缩写成ott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ott的概念 你知道有个东西 它有个top over the top这样过去 所以也就是说 你不会经过它 你会跳过去它 所以这里再讲的是 那个媒体 那个影音媒体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的看电视 或之类的 你会需要 今天几点播什么 在哪一台播什么 今天东升养片台 八点播什么这些的 然后电视就进不到了 像Netflix这样子 或者Disney Plus 或者HBO Max 这些的 你可以在 随选随看的状态下 看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 over the top content over the top content provider OK media streamer 这些 media streaming service 这些的 所以这种服务就叫做 over the top 所以多知道一下 但在这边讲的是 很浮夸的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 一个很excessive or exaggerated degree 的一个spectacle 当然F1的赛车 一定是这样子的 没错 而且是第一次发生在 美国本土上 on American soil the first time on American soil soil是土壤 在美国的本土上 我刚还有一些词没讲到 我这里有打蛋没讲到 所以不行 我们看一下 所以粉丝疯狂了 为什么 因为看到了几个 这个sporting goats 所以看到什么东西 就at the sight of something sight就可以是视线的概念 so at the sight of什么 看到了这几个sporting goats 而且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那里mingle mingle这个字 生活上很常看得到 就大家在那边 好像 这个我一直会忘记 那个中文怎么讲 背什么交错 背红交错吗 背荒交错吗 那个字文念不出来 我大家来看 背红交错 完全错了 算了 不要在那边秀其短了 下面请国文豪的同学 帮我补充 mingle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我们在那边拍拍肩膀 最近怎么样 什么这些 我们在mingle 像我如果今天 跟你在一个party见到面 聊上几句 我就跟你说 好了 我接下来 跟其他去mingle 那你也去跟其他mingle一下 so ok I'm going to mingle with other people mingle就是这种 拔感情之类的这种感觉 好 mingle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这一个 这边介绍一下他 so a photo of Lewis Hamilton Michael Jordan David Beckham and Tom Brady这四个人 posing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Mercedes garage 所以在这个 在宾室的那个 车库前面 车库应该ok 这个翻译 Mercedes 所以就 send fans into meltdown 就让粉丝们全部都 疯狂 疯狂融化掉 这样子 所以 再往下看的话 刚刚就看到这一个 他的这个 British的 英国的media personality 所以这里的 personality 不翻译成个性 就是一个名人 所以这个媒体名人 Pierce Morgan 他就推了一个推 这样子 而且他也没忘了 挖苦了一下 贝克汉 so he couldn't resist okay he couldn't resist having a dig at backhand claiming the former manchester united and real madrid great 所以他曾经打过这两队 曼车斯特 以及这个 黄马队 was out of place alongside the three goats 所以他 格格不入 配不上另外三个人 所以这个家伙 out of place alongside另外三个 goats ok 所以这边我应该都有 稍微讲一下 没错 所以这个 have a dig at somebody 就是to make a mocking sarcastic or insulting remark marking就是 嘲讽的 sarcastic一样 讽刺的 insulting 就是侮辱的 在remark 就是一些 你把它翻译成攻击 翻译成一些 发表言论都ok 或者 jibe 这个字也是ok的 jibe 他可以拼成 g-i-b-e 或者就批评 criticism at someone or something's expense 这样子 好 所以他就 have a dig at backhand 好 这应该没问题 alright 那 其他人又 推特一下下 这样子 我刚好像有看到 forsum这个字 我想看一下 yeah sure ok 所以这是刚刚有看到 所以NFL superstar Brady Football legend Backhand shared photos of the awesome forsum forsum就是四个人在一起 说真的 我有点想多讲一下这个字 因为他也可以延伸到 就涩涩的那个地方去 假设今天四个人一起玩 就叫forsum 三个人一起玩 就叫threesome 我知道我们台湾就叫三批四批 那 在美国如果今天真的发生 三个人一起发生性行为的话 他们叫那个东西 threesome 不是 不是threep 你想三批没有人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好 所以这边补一下下 所以三个人就是 three加一个sum这个字 这样就可以了 而forsum就是四个人 可是他当然也可以是 不是涩涩的那个内容里的东西 所以这四个人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awesome的forsum on social media 好 这应该也没问题 cool 来 然后呢 我们还有什么要看的 yes out of place 刚看过 来 那我们最后看就是 Rob Shoulders 这个部分 好 也就是我 这个影片的标题里面说的东西 所以啊 这个Backhand呢 看起来很开心 so he appeared to be having an absolute blast 所以你在party party很开心 you could say I had a blast I am having a blast 那上个礼拜的party很开心 你跟人家在聊天的时候 oh we had a blast so I had a blast so you have a blast just have a good time 的意思 所以David Beckham apparently is having a blast okay an absolute blast at the grand prix and was also seen rubbing shoulders with另外这几个人 所以这个rub shoulders 我虽然说这个可以 你可以用文字上翻译成 磨肩膀 但总之 它的意思就是 if you rub shoulder with somebody to meet and talk with someone in a friendly way 所以简单的说 也就是 bua gam jing的意思 所以跟刚的mingle 其实是有点像的 所以混入人潮里 跟要聊天这样子的 okay 所以这个就叫做 rub shoulders 知道一下下 好 然后下面就讲了一些 这个各个的丰功伟业 说实在 所以你看这边 有着Hamilton playing golf with Brady 所以他跟Brady 打高了拂球 还问了一下 这个legendary quarterback 所以quarterback就是 美式足球的四分位 那他是传奇的legendary yeah ok 然后再来 他在问他说 他怎么可以 打败这个Michael Schumacher 这是那个 舒马克的记录 Schumacher 不太确定 他英文名字到底怎么念 那Jordan呢 赢过六次的NBA总冠军 所以Jordan who won six NBA championships with the Chicago Bulls has been immersing himself in the world of F1 所以Jordan 最近一直把自己 泡在F1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想买一个车队 或者赌钱 不晓得 okay 好 所以这篇其实大概也就这样子 我们就认识一些有趣的片语 所以很快的看一下下 刚刚看过的东西 例如说刚刚讲的goat 也就是时尚最强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if you lose it 就是你疯掉了 所以你说 昨天我老婆跟我说了一个什么话 说了买一个什么什么衣服 我看到他买的衣服 I lost it 整个疯了 你帮他们家一个月的薪水买一件衣服 I lost it 所以疯掉了这样子 alike 刚刚说过 一些其他 而开头的很多的形容词 文法共同点就是 只能放在后面 后卫修饰 不能放在前面 ok 好 然后呢 再来像是 at the sight of something 就是在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在你面前 所以假设今天 我看到了Michael Jordan 我整个人就疯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是我一辈子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偶像 so I lost it at the sight of Jordan 大家可以这样子说 如果Jordan在我面前 so I am at the sight of Michael Jordan and I'm about to lose my mind because he has been my idol ever since you know high school 好 mingle 跟刚刚的rop shoulders 有点像 所以mingle就是 反正就是社交 have social interaction that's mingling ok mingle 然后 if something show up in force 就是show up in large numbers 所以in force 这个片语说实在 对我来说比较陌生一点点 不过不难理解就是了 over the top 所以这个F1赛车 是一个over the top spectacle 非常浮夸的一个 比赛的一个赛事 这样子 盛况空前 那OTT刚刚也说了 这媒体界的一种 特别的 比较算是一个近代的 现在的 现代的一种 输送影音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今天讲话卡卡的 输送影音的方式 OTT 你就没有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 是pre-programmed 因为我们以前看电视都是 你刚说几点到几点 播什么播什么 so that's TV guide that's programming 所以以前需要一个东西 叫TV guide 这也是时代的眼泪 所以电视公司 或者应该讲 cable company 他们会送一本书给你 每个月 那本书 小小的小册子 它就写着 每天几点播什么 所以你可能翻了一本 你会发现 下个礼拜三会播一个 我很想看的电影 那时候电影院错过了 那现在电视要播了 所以你可能下礼拜三 你就会等着 在电视前面等着看 所以这个是TV guide 以前的功能 台湾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 好像没有 但以前就美国会印一本 这小册子送给你 那它就跟电话不一样 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可以这么说 好 Foursome 刚刚看过 Threesome Foursome 可以用在色色的里面 也可以不用在色色的里面 没问题 那嘲笑一个说 什么东西 You have a dig at something or somebody Have a dig at 没问题 然后 看起来格格不入 这个事实上我们好早就看过了 看过好几次了 If something seems out of place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好 那Party很开心 Having a good time You're having a blast 可以 最后那个Rob Shoulders 是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这个标题 那希望你有懂它是什么意思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